今天我跟诸位要报告的是 怎么样透过服务学习 把社区营造结合在一起 我的做法是 直接带同学走出教室 进入到社区 社区对我来讲是一个大学堂 就是一个大脚石 我们老师同学都在这里可以做 我们在课堂里面学不到的东西 我还是要对服务学习做一点点讨论 我们中央大学有服务学习的课程 我不知道这个课程是什么样的课程 是必修没有学分 然后你们做什么事情 哪个同学可以告诉我一下 你们一年级一年级二年级二年级不一样 只有你一年有 那就是清洁是扫地 其他没有 其他有没有 有没有走出教室 到社区去或者走出校园 没有 有吧 也有课程 也有的有用课程 是不是 有服务学习的课程是比较重要的 我不认为服务学习是扫地 当然扫地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维持我们自己的环境的清洁 服务学习 我觉得那个学习比服务重要太多 等一下我在这里跟诸位报告的 都是我带的专业课程 在建筑系跟景观系所带的专业课程 怎么样进入到社区 去做社区营造的事情 那上个礼拜我们谈了 很简单的谈了一下社区营造 当然我们是从这个空间专业的角度来 带着同学做 但是一般的所谓的服务学习 好像都有一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 我在这里讲的这个服务学习的对象 是一个生活场所 我们是跟直接跟社区学习 那服务学习有一个服务的对象的时候 这里面有个麻烦 我不晓得同学会不会这样子想 当你觉得你在为某一个人做服务的时候 好像这里面有一个相对的关系 这个关系好像是 我有能力为你服务 或者是你有需求 你不会的我会 你没有的我有 那我来我是对你做了一件好事 我在做一个失的动作 那对方是在接受 大家有没有听我这样子很简单的描述 你有没有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阶级的问题 我不认为服务学习是要让大家觉得说 我们进入到弱势的社区 或者找一个弱势的对象 或者找一个偏远的一个什么地方 或者甚至于国外的一个什么国家 我们去 因为我们比较有能力 所以我们来做服务学习 我觉得这个后面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上的联想 我觉得是不好的 其实真正服务学习的那个意思是 透过了你自身 参与在这样子一个跟真实的生活 真实的人 场域的一个互动 我们提供了我们可以提供的 也让一些事情有所改变 但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不只是去 施展了一些我们在课堂里面 我们专业所学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生命的经验里面 有一个让我自己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 一个互动 让我自己生命成长的机会 而这个机会是建立在那个反省上面 因为你看到了你平常看不到的东西 而不是我看到了一些弱势 我是比较有条件的 所以我来做什么 所以服务学习的那个课程 我一直是觉得说 代课程的老师跟这个社区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服务学习的 有一个对象之间的那个 相互的那个尊重的关系 跟相互学习成长的那个关系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那个老师所能是一个关键 那学校在设计的课程的时候 所鼓励的 所强调的 其实也要照顾到很根本的这个部分 好 我只是对这么服务学习做了这么一点个人的一个看法上的一个表达 那我在这里带同学去看社区 我们当然是走出教室进入社区 那因此学校本身跟我们的 我们就在一个社区之中 我们学校也是我们所在的这个社区的一部分 当然中央大学就比较 那个社区比较弱 旁边 当然现在也开始社区慢慢的 这个形成起来了 那个 所以 从校园里面如何的走去 大概第一个就走入了你自己的社区 同时呢 把这个所谓的服务跟那个课程做一个整合性的这个学习 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的 就是表面上我们看到的 真正的学习应该是一个自我的发展 是一个透过反省所形成的自我学习的发展 我们之前的课程里面提到了专业分工的问题 真实的生活世界跟专业分工最后的这个 这个画地之线 这个个例门户这样子的问题 我就不特别的再说 当然我们进入社区碰到的就是在 我们荧幕的左边的那个状态 我们在学校里面很可能是右边的状态 当然这个会出现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跨域的问题 而且跨域的学习的问题 也是一个知识累积的一个问题 像左边的它是一个水平式的一种延展 这个是在生活面上可以看到的 所以它是透过了在生活面上 所有这些问题之间的那种互动 那种了解 所形成的一个整合性的一种知识的建构 所以它是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是让不同的知识 不同的经验能够相互的 能够对话 能够相互的作用 那右边呢 相对当然就是垂直的 从一年级开始 二年级 三年级 越学越深 进入了研究所 甚至你去研究你的博士的研究课题 大概就在那个圈圈里面越搞越深 这两种学习都重要 但是我觉得服务学习 或者我们讲的是跨界的教学 我觉得像左边的这个图上的 这个关键就在于说 我们有没有能力 让同学能够不断地回到一个 更大的一个底盘 把你自己的生命放在那个里面 下面呢我就说一下 我认为的这个社区 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世界 是什么 其实就是这件事 空间 时间和人间 那以我们这个专业来讲 当然空间是我们专业所关心的事情 但是空间的形成 空间的意义 是一定要跟时间 跟人有关系 所以大概跑不开 我们的生活世界 就是这三件事情 这三件事情是让 我们没有办法 把它切开来理解 你去理解任何一个范畴 你都必须要从另外两个范畴 去了解它 我不晓得诸位对这个 因为我们都来自于不同的背景 我们文学院的 或者是我们这个社会学院的同学 你们大概会理解到 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大概是历史的 跟社会的 甚至跟时间 跟那个人间相关的 这个大概在 19世纪之后 我们的那个学界 大概是一直是在 这两个主流 所影响之下 但是空间这件事情 一直是扮演着 一个被动的角色 说这个空间是因为时间所造就的 那个空间是一个社会的运作的一个场域 好像是一个被动 其实不然 那个空间它有一个主动的作用力 这个作用力 其实是因为时间跟空 时间跟人间 它能够产生意义的时候 它必须是一个空间性的状态 所以空间跟时间跟人间是合在一起的 尤其我们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这个课程是在谈空间 更容易的去在你理解的这个过程里面 去知道说 透过空间的理解 其实你就碰到了 一个就是你自身存在的状态 因为身体就是一个空间 从第一堂课就在讲这个事情 同时你也会从个体到全群体 从个体到群体的那个人我关系 产生意义的那个场域 还是一个空间 所以空间跑不掉的 其实空间就是历史 空间就是社会 空间就是权力 空间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时间跟人间里面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一切事情 那社区刚好就把这三件事情 兜在一起 是分不开的 那我们的这个设计 或者环境设计教学 最主要用的一个方式就是参与式设计 参与式设计我想也许前面几堂课有老师提过 为什么要强调参与式设计 是因为设计这件事情 它基本上是一个问题导向的一个过程 它跟艺术创作不一样 那艺术创作它可以一个理念 一个念头一个灵感 它就可以做出一些东西 再传达一些 这个艺术家所要表达的事情 但是设计不是 设计它一定要针对一个真实的问题 针对这个真实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会有一些被期待的 解决的一些目标 在这个目标的引导之下 我们来进行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 那问题就来了 那个问题我们要去解决问题 到底是谁的问题 谁来决定这个是问题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那个目标谁来定 那这个如果都不清楚的话 那我们如何的去找到一个好的答案 通常我们现在的包括建筑师 包括一些设计师 其实他服务的对象是一个市场 在那个市场里面 其实没有真正的使用者 是一个消费市场所决定的 一些假设的这个消费者 真正使用者的需求 他不见得知道 就像我们刚才也看到上一堂课 有同学在做报告 在做这个对中大的校园的一些探索 一些意见的表达 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从一个使用者的角色来看校园 那我们上一个大的这个作业 也就是提供了这么一个基础 让大家开始讨论到我们环境里面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不是从设计师的角度 也不是从学校的管理系统的角度 反而是从一个诸位同学老师 在校园里面生活使用者 作为一个使用者的这样子的角度来看待 所以作为一个好的设计 他必须要在设计过程里面 要有真正的使用者参与在里面 那进入设计当然就是 理所当然必须要做这样子的一个 一种学习 所以我们是用参与式设计 作为一个教学的策略 然后带着同学 直接进入真实的情境 我们不可能去回避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换句话讲 我们不会用自己专业的一种偏见 或者是用专业的框框 去看到我们想做的事情 所以有很多问题不能回避 那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就找到其他的专业一起来 将时间空间人间的问题喝在一起 强调过程 不一定要有结果 但是如果要有结果 我们绝对不放弃品质的要求 同时我们在过程里面 从服务学习的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会发掘同学个别的特质 那同时可以 同学个别的特质 会贡献在整个团队的学习之中 好 那参与式教学里有一些条件 那这个我马上就把这一段结束 这个条件就是要有一个长期的社造行动里面 一个阶段性的参与 换句话讲 我们要跟社区有一个比较长的 一个伙伴的关系 然后来创造工部门 专专专业者使用者作为一个互动的平台 同时要邀请优秀的专业者来参与配合 这就是跨域的部分 那持续来参与这个行动的延伸 好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打住一下 单元我们提到了 那个服务学习跟如何的带同学进入社区 作为这个环境设计规划学习的一个 一个学习的教学的策略 就是参与式设计 那实际上怎么做 怎么发生 我用下面这个图表跟同学做一个报告 跟既然是跟教学结合的社区营造 那显然社区会有社区的 它的议题 它的进程 那我们教学也有教学的这个进度 跟我们需要让同学学到的这些事情 这个这两个颜色之间呢 透过一个行动是有互动的可能性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如果进入到社区 我个人是觉得 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叫做社区动员 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跟社区有互动 社区就开始被动员 用被不太好 就是社区开始发生了一些事情 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会让社区的参与者 进入到某一些议题 那这些议题不管是在 发现问题的前期 或者是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 或者最后开始有行动 通通叫做动员 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透过了课程 透过专业的协助 我们好像是在进行教学 其实我们也在帮助这个社区在动员 这个动员其实就会有结果 这些结果有的时候是 就是所谓的社区行动 等一下我们在案例里面会看得到 那有的时候呢 就会形成所谓的计划 就会帮助社区完成一个计划 让这个 透过这个计划 可以争取到 透过社区去争取到这个外部的资源 让这个社区进一步的去做一些事情 那我们的课程也在继续的滚动 就在课程跟社区这两边呢 都在做滚动式的发展 那中间有一些这个互动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就像我们这个课程 我们完了以后 如果要开 可能要到明年的这个学期 上学期才能开 中间就会有半年是空的 甚至你每个学期开 中间的放假的时候也是空的 怎么办 那我的方法就是 就是研究生要进场 研究生的研究课题 他的研究论文 他就可以带着他的问题 进入到社区 他就可以住在社区 进住在社区 让整个的课程的延续 能够延续 所以他也扮演得像助教一样的角色 同时他也可以不断地 跟这个社区做直接的互动 让这个学校跟社区 有很好的这个关系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讲说 学校一定要跟这个社区 有一个好的伙伴关系 这就是一个长期的 所以目前我自己的这个经验 就是这样子的滚动 的确是在一些社区里面看到它的 看到它的必要性 也看到了社区对我们教学上的一些帮助 当然我们也看到因为我们的介入 社区所改变 记不记得我们上一堂课的时候 在谈社区中的营造 所谓由上而下的政府的这个政策 形成了专案 由专案可以让这个专业团队 有条件进入到社区 为社区做一些事情 但是问题是你那个专案结束的时候 这些团队就要离开社区 为什么 是因为这些执行专案的这些团队 他们都是政府的乙方 政府是甲方 从合约的关系来看的话 那我们的社区 是在甲乙双方之外的一个 一个对象 服务的对象也好 研究的对象也好 那我这么多年 三十年以来 我进入社区从来不用乙方的身份 其实这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因为当你用乙方的身份 进入社区的时候 有时候社区会想说 你只是因为你有研究经费 你才进来 你研究经费完了之后 你可能就留不下来 甚至于有的别的这个 不好的经验 让社区觉得说 这些团队进来 只是为了要完成他的任务 对社区来讲 是一种掠夺 我帮你完成了这个计划 然后你领到了服务费 对我们来讲 一点改变都没有 留了一本报告书给我们 这件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还经常发生 所以我们带同学进入社区的时候 就完全的以一个老师跟学生的身份 完全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态度 进入到社区 跟社区直接做互动 然后再形成一些后续的计划跟行动 那我们就永远是站在社区这边来看事情 那接下来可能我就要谈一些 这个个案 我不知道是不是适合在这里停下来 要讨论一下 就是一个很恼人的事情 我在做师赤培育 很多同学知道 我们师赤的老师会争取国课会计划 然后就跑到一个国小去发给人家笔电 发给人家平板 然后就搞一个学习计划 然后这个国课会 你也知道这个过几年觉得 这个不好或者这个落伍了 然后就停掉了 然后我们当然也就走了 所以的确几年几次这样下来 没有学校要跟我们合作了 因为他们就觉得 你就是来玩玩我们 对那如果我们没有 就是您刚刚说 这个老师跟学生就是 不是因为计划而进去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还确实需要那个钱 反正就是我想你听懂我的意思 你怎么 对对对 这个不必录 这个是个人的经验 不过你可以录一句话 什么话呢 我为什么要不要用乙方的身份进去 因为我们进入社区的时候 我都会跟自己说 我决定要进入到这个社区 我就是要跟他保持一个 这个长远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你一旦进入社区 做过那个所谓的动员 其实社区会被你动员起来 但是社区它本质上是一个超稳定状态 你去扰动一下动员一下 的确好像有些改变 好像有一个火苗 燃起来了 但是一旦你离开社区 它就平静下来 火就熄掉了 当这个火熄掉之后 你再去点它 很难再点了 就像刚才陈老师讲的那个状况 这次数多了以后 大家就说到我不跟你玩了 我们不会 你不会改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长远的合作的关系 也不可能因为你在我们社区有什么改变 所以大家对这个会有些失望 那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上次也讲到 就是没有经费 好像团队就不会进来 这也是个麻烦事情 那我们没有钱怎么做设照 没有经费 我们就设照就不必做了 这也是我们最近这几年 一直在推的一个概念 如何在没有资源的条件之下做设照 资源在哪里 在内部 我们也许不见得有时间谈 但是同学跟你自己去想一想 这是什么样的 什么意思 这一段我们就不必录 因为那个是涉及到 另外一块问题进去了 资源怎么来 其实也蛮简单 老师的薪水是学校发的 我们本来就是要上课 同学就是要选课 我们就是透过这个课程就进社区 如果说你做的这件事情 有的研究生觉得有兴趣 找我指导做论文 我说好 我就带你进去 你就做这个题目 至于说会做出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要你自己去发现 你自己去订题目 但是我给你一个研究长运 这几个条件合起来 我们就可以跟这个社区 维持一个比较长的关系 同时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的确会形成一些计划 这些计划给了社区 社区就拿去申请钱 那个钱是谁的 是他们自己可以留下来的 他们可以帮我们再支付一些材料费 交通费 而不是我们向政府申请一笔钱 然后我们在那边花 然后跟政府报账 还有些钱还不能花在社区身上 你说这个 这个该怎么运作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一个 一个有趣的事情 那我们在学校里面 本来就有这个条件 而且服务学习本来就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我们该做的事 这个我们就调过去了 那接下来我想我们就跟同学 报告这个 几个案例 921 15年了 15年前 诸位同学大概小学 初中 但是你大概都还记得 15年 15年以前诸位有10岁 没有还没有 4 5岁 刚刚读小学 好 但可能同学还记得 这里有没有南投来的同学 没有 中部来的同学 有 家里面 921的时候受创的同学 家里面有没有 没有 哇你们都是 都天文过来的 OK好 那个921 地震 其实那天晚上 冻的时候 我不晓得 山老师你在哪里 在 在 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 我们是住台北 然后半夜一动 我们是六楼 还晃得蛮厉害 那我跟我太太 我就 我们就跑到那个阳台 就在 就在 就 就在看这个状况 很多灯就这样的亮了 台北其实没有 除了那一栋房子倒了之外 没有其他的受创 所有的车子都在叫 那个警报 哇哇哇哇就醒 然后 当然过一阵子就陆续的安静下来 我那个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不祥的感觉 我就觉得 有事情在发生 第二天早上一看 果然哇中部变成这样 那个时候我们就 几个我们的这个老 老伙伴 我们就打电话 我们就开始在台北开会 都是做都市计划 建筑 或者是 跟环境相关的一些朋友 多半都是老师 我们在看怎么办 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怎么样 分配工作 有的进在区 有的留在台北 帮政府的忙 然后同时我打电话给 中研大学的校长 就是张光正校长 第一任的时候 我说学校要准备 要提出资源 他说我们已经动员了 我们送帐篷 送资源下去 我说你要提供 我们老师一个基金 让我们老师可以 聘专任助理 钱不是给老师的 是给这个助理的 这个我觉得就够了 必要的交通费 大概就够了 我们就可以进去 我就是这样子 带了这个学生就进去 这个是八八水灾 你看十年 又发生一次 第一次所发生 在这个中部 所发生的灾害 透过社区营造 果然看到了一些蛮不错的结果 是因为 社区总理营造成为一个国家政策 是1994年 所以有五年的社区经验 那这些经验直接就带进去了 我觉得还真的是因为有这个五年的经验 我们在社区里看到的还蛮有这个 蛮不错的一个结果 那个时候我进的载区就是中寮 就是南头的中寮 这个是九分二山 地震之后 你看大部分的山都崩掉了 这个是中寮 打那个问号的是中寮 诸位如果说 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是台中 这边是草屯 草屯到这边来经过国县 就到了埔里 埔里也是一个重大灾区 然后直的往下走就是南头 那再过来就是民间 从民间往下走 过来就是积积 再过来就是渔池 就是日月潭 所以从台中往南 然后从草屯跟这个民间 往东 整个的这个 这一个 洞线 中间那个空的就是中寮 所以在地震之前 我没有去中寮之前 我更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所以它是一个 我们地图上不存在的地方 去到那里发现 哇 那个受畅的 那个状况真的是很严重 这个 这个 透天的住宅 大概一楼都倒了 然后 学校在第一时间也倒了 我在这里跟 诸位同学 分享一下 像我们在这个 学校 重建 的经验里面 透过教育部 叫做新校园运动 让一些 还蛮优秀的 年轻的建筑师 可以进入校园 去做重建的工作 这个经验 我不特别的说 但是很快的 这些学校也就被重建起来 当然现在来看 他们参与式设计 做得不够 这是事实 但是 这个 附建的这个 这个成果 跟品质是蛮好的 所以我们在 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很多 日本的 这些 专家学者 来台湾 我们在相互的互动 因为板神 地震之后 我们也去 在那边帮忙 也学习 所以他们也对我们的 这个 这个重建 也很 很关注 在有一个 讨论的 一个场合 我们的一位老师 在问 日本的 这些学者说 你们的学校重建 怎么做的 因为我们的 新校园运动 其实看到蛮好的成果 你知道那位老师 怎么说 他说我们日本 没有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们的 学校都没有岛 这就让我想到什么 其实我进到 那个灾气 我看到这个学校 我心里面 真的是在说 老天保佑 我们地震是发生 在晚上 如果是白天 你们记不记得 我们老师怎么教我们的 小朋友 地震来的时候干嘛 躲在桌子底下 然后就被 就被这房子压扁了 那校园 当然也是 我们临时安置 这些灾民的 这些很重要的空间 这些帐篷 大概都是各地送过来的 我们的这个团队 就带了学生就下去了 我在这个过程里面看到 有一个蛮好的 一个方式 就是 从北到南 比较健全的 这些政府单位 他们都派了团队 进入到社区 进入灾区 因为我们 九二一受灾的 那个南头县 就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县 那地方的政府 也是相对弱势 非常的弱 在行政的能力 专业的能力上面 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 市政府 他们也同时进去 所以我们就用了 他们的空间 我们带的同学呢 就是研究生 跟高年级的同学 我们没有图 我们就用了空灶图 我们就把空灶图 拼起来 然后这空灶图 上面去找 上面有房子的地方 我们就用黄的 把它画起来 然后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去看 那些房子受损的状况 跟人的状况 路都不通 所以没办法开车 所以我们就从学校 调了17辆摩托车 然后两个人一辆摩托车 就是白天就往外跑 就去找他们 晚上就回来讨论 这就是当时的那些同学 这个当同学 我们回来之后 跟我们讨论的时候 他们都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哎呀我们从外面来 这有点点像我们做服务学系 同学的心情 哎呀我们来帮助你 因为你们受难了 结果他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也许房子也垮了 或者是房子歪了 多半都是老人家 结果那些老人家 对我们这些年轻人 哇都非常的高兴看到我们 然后招待我们 说留下来吃饭啊 然后说 我们一定要回去做报告 还送我们一大堆水果 所以他们为什么那么 对这样这么大一个灾难 那么的认命 那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说 是不是因为这些农家 他们在这块土地上 世世代代是跟这个自然 一起活下来的 地会动 就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地动了房子倒了 人走了 好像也是在这个自然的过程之中 好像有这么一种人命 后来我们进一步的 做一些访谈了解之后 其实不然 是什么 他们常常会有一句话 那个话的意思是说 其实啊 没有地震 我们中疗已经也出局了 这个说的是台湾 尤其是山区的农村的一个处境 人口老化 农业生产的问题 这个城乡之间的移民的问题 城市跟乡村之间的这种 过去的一种剥削的这种关系 现在当然有所改变 那过去的确 我们农村是没有翻身的可能性 他说地震不来 我们也就觉得就这样了 那地震来了之后 看看 谈谈 大家好像对我们这么关心 觉得好像是有希望 我们这个地还是有我们的价值 但是 以前我们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 现在都是问题了 问题跑出来 这就是我们大家一起要去面对的东西 这个对同学的这个学习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他看到了我们台湾的现实 城乡发展的现实 也看到了真正的人 看到了环境 看到了历史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 那我们不断地在不同的场合 就找社区谈 这里面我们就开始动员了在地的很多 这个专家 有很多是在地人 但是在外面工作 他们都回来 然后讨论怎么做 也包括一些我们像这个中间的这一位女士 张宏雅女士 她也是我们做社区 我们的老伙伴 她也跟我们就一起下来 那我们就用这个货柜屋 那个时候货柜屋是台南 台南市政府他们所提供的 我们用货柜屋 开了一个查法 然后晚上就开始讨论 我们怎么样做重建 社区的问题在哪里 不到一个月 我们就把在受创最严重的永平 这个地方 就开了第一次的 我们的社区的重建的一个机会 那个海报上面写的是 10月19号 是9月21号之后不到一个月 我们就提出了一些 这个重建的方向 怎么样动员 从这里就开始 我们就在永平就成立了一个工作站 五年我们才撤 那同时我们以这个为中心 就开始进入到农村 我们到一个农村 我们第一件做的事情 就是做一个大模型 就像我们诸位同学 在做中央大学的大模型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大模型上就看到问题 看到土地的问题 产权的问题 房子的问题 跟这个自然环境条件上的问题 大家看到那个模型就开始有想象 那街上的那个房子倒得很厉害 那也透过了我们的这个努力 跟县政府讨论怎么样的做这个用 都市更新 做重建 提出方案 这个做模型 那最后按照这些方案 把它盖起来 我这几句话后面 代表了非常非常多的过程 在这里我就不特别的多说 我只说一个我们所学习到的一个现实 就是政府在面对这种急难的时候 如果这些公务员还是用平常的心态 我觉得那是第二次的灾难 我们就面对了这个灾难 我们知道如何的能够加速 如何能够先去找到问题 如何的先做 但是县政府里面 他们的那些公务员 就按照一般的那个程序 一步做一步一步做一步一步做 结果等到他们真的要请人进来的时候 社区早就发飙了 早就把这个政府的这种建议 统统推翻了 是因为社区已经自己在做 所以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在谈的是 政府跟社区的那个关系 如何的能够有弹性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相当重要 尤其当灾难来的时候 好 那个这就是我们讲那个重建 那我们的同学 当然在我们的工作站里面就是 做调查 做田野 做模型 然后我们也带了这个 当地的妇女做这个植物染 这也是跟手工艺推广中心合作 然后这个社区呢 他们也透过 其实透过植物染 他们重新的认识他们自己的家乡的植物 那也带动了其他的社区 相当互动 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感人的事情 就是日据时代在这边 他们做了一个水浸 从河流的上游 因为这是个山区 做了一个水浸的系统 来做灌溉梯田 这个水浸系统就是 碰到山就打山洞 碰到谷就架桥 那这个地震的时候呢 在下游有一个村子 就是晚上嘛 晚上失火 那他们就要去救火 他们说我们后面那个水沟 还有一些水 他们就去用后面的水沟救火 结果当然也没有剩什么水 因为那个水浸废掉了 水不通了 天亮之后 事情稍微缓一下之后 大家就在谈说 我们那条水浸到底怎么办 因为后来大家去种香蕉去了 中寮的这个香蕉是非常有名的 我们那个出口的香蕉到日本 日本天皇 他们最喜欢吃的所谓山椒 就是中寮的香蕉 所以那个时候满山片野种香蕉 完了之后 这个生态也改变了 现在种什么都种不太好 是因为有黄龙病 那所以他们在想说 我们那个当初的水浸 我们把它弄火好不好 提这个案子的这个朋友呢 他的爸爸已经70岁了 那他那个时候30多岁 他说我们试着把这个水浸挖出来 这些老先生们说好啊 那谁知道这个水浸在哪里 没有人知道 只有这些70几岁的老先生知道 因为他们都是 他们年轻的时候知道那个水浸 他们每一天还要去寻浸 所以一开始动员 大概就是这些老人家 我们就开始就是 他们就进场了 那那个这个就开始挖 你可以看到这个土有多深 这个现在挖出来的那个水浸 统统埋在土底下 那我这里面这个幻灯片 我是把它变得非常少 我稍微讲几个故事 那这个水浸在当初 是灌溉了所有的这个梯田 那后来这个水断掉之后 就变成旱田 变成旱田之后 就变成了种香蕉 种柳丁往后 那所以当初大家说 把这个水浸重新挖出来的时候 他就问说哪有可能 已经这么多年没有用了 那个时候我们在帮他们做的很多事情 帮他们争取钱 做测量 带着他们 不是带着他们 跟着他们去做田野 去探路等等 那个 结果还真的把它挖通了 通水的时候 记者也来 我们还办了很多仪式 在谢谢这个当地的神明 等等等等 记者就问我 说宇老师 当初你怎么知道 他们会挖得通 我说我们没有人知道 可以挖得通 我们只知道说 这是一个该做的事情 我看到的现象是 当这些老先生拿起出头来 开始挖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种力量 这个力量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 他身上通了电 意思就是说 有一个插头 插在他身上 开始通了电 那个插头是从哪来的 从地上来的 就是你恢复到了 他跟土地的 那个直接的关系之后 哇 那个能量无穷 我接着我想说 这个插头是被谁拔掉的 其实政府来到台湾之后 牺牲了农业 去发展工商业 那个插头就被拔掉 当这个插头重新插进去 哇 那个能量就出来了 就把它挖通了 我进一步再想 农村的插头 土地的插头被拔掉了 那我们城市里面 有哪些插头被拔掉 让我们觉得这么的无力 让我们觉得这么的无奈 各位同学 你们年轻 你大概还没有办法体会到 我讲这句话的意思 等到你们年纪稍微大一点 你们真的要去面对 真实的社会的时候 你大概就会发现到说 为什么会是这样 是谁做的 是谁切断了这些能量的 那个回路 记得 这个所以对我来讲 这种城乡之间的这个差异 我们刚才休息的时候 跟山老师也在谈 城乡 我说 刚才我问大家说 当然你们地震的时候 还小了 说从中部来的同学 很少 南头来的基本上没有 有一半的同学是从台北来的 剩下的同学都是从都市里面来的 大家想想看那些乡村的孩子 都到哪里去了 都进不了中大 台湾的贫富的问题是存在的 而且台湾的贫富的问题 不是反映在说 你家有多少钱的问题 是造成了机会的不均等 造成了很多孩子 他没有办法 像诸位可以受到比较好的教育 可以进到比较好的学校 以后你们毕业 相对也会有比较好的就业的机会 台湾的现实不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不要太 不要去太轻忽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切 不过就这个九合一选举之后 我觉得是有一些机会 因为世代在交替 世代交替的时候 同学不要忘记 有贫富的问题 一样的有贫富的问题 好 那当然我们也进入到农村 帮这个农村的农舍 还没有到这些农舍 来做一些环境的改善 从生活环境的角度来看 帮助他们一起找到 他们的所谓的地方的一种需求 然后透过他们当地的材料 动手做 然后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这些大石头 他们对石头很有感觉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些 所谓石头美学在这里 那当然这个有机的农耕 重新的在 我们也把这个台大的 请台大的老师跟当地的农民 一起讨论 怎么样去做有机的东西 长话短说了 921 15年了 有很多社区也 基本上都恢复了平静 大部分都回到了原来的状态 少数 像桃米社区 像一些社区 因为这个社区重建的过程里面 人动起来了 农村的妇女动起来了 年轻人回到农村了 这个大概都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 还不错的这个现象 好 那这个接下来 大概是另外一段 我们就回到 离岛 其实我选择的社区 大概不是农村 就是离岛 因为这个 都市社区 我也非常有兴趣 一般来讲的话 比较偏远的地区 在早期比较 比较少团队 有兴趣 或者是有这个条件 那反正我们带的学生就去 那个前面的可以删掉 好 这个 接下来我跟周围报告 就是在马公的一个案例 这是从民国八十年开始 我们做的 马公有一条老街 在天后宫的后面 去过马公的 请举手 你们应该多跑一跑 你们都关在房子里面 那个非常有趣 离岛去可以跑一下 天后宫的后面 就是一条老街 这条老街叫做中央街 这条中央街的老照片 你可以看得到 它就是一个大概不到三公尺的一条街 你可以看到有穿旗袍的 有穿和服的 这个他们当地人称为 中央街是马公的西门町 那你大概就会知道 这个历史的意义在哪里 有一些店 这些店 少数这些店还留着的 过去就是市中心的 有些饼店 那我们进场的时候呢 就跟这个社区在讨论 他们社区所面对的一个危机 这个危机是在于说 当初政府要开这个马路 要把这个社区就开掉了 那社区居民就很恐慌 所以你这个马路一开的话 我们这个就开场破度 我们就支离破碎 后来透过引荐署 就把这个地方呢 就画了一个像保存区一样 就是原来的这个道路 原来的你可以看到 后面有一个黄色的这个道路 这个道路留着 然后呢这个古迹留着 旁边的这些房子呢 可以盖 但是有一些基本的条件 画了这个区以后呢 大家这个眼前的阶段性的危机过了 但是房子老了 他们要重新的修 重新的盖 他们画了图 按照都市计划画了图 政府没有办法发给它建筑制造 是因为他们可以盖三层楼 可以留百分之四十的空地 但是他没有办法发建筑制造 是因为后面有一句话 就是要有古朴风貌 他说什么是古朴风貌 我们不知道 我们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说 哎呀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我们就进场 这是民国八十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跟 带了研究生做调查 跟居民讨论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就透过了模型 透过了这个讨论 也透过了这个工作会 我们这个工作会 就是一个非常平等 非常民主的一个场合 大家可以看到到 你在这里面看到了 有县长 有局长 有里长 有居民 通通在同样的一个场合里面 透过了同学做大模型 跟你们做的模型一样 在这个大模型上面 让居民看到了 他们自己的问题 看到他们的未来 同时我们把这个大地图 也拿到社区 让这些骑老们讨论 从过去到现在的问题 我们就做了一张图 叫做1945年以前的中央界 这张图我觉得 异常的重要是因为 每一次这些老先生老太太们 在看了这张图 在讨论的时候 你真的就可以 从他们的对话之中 从他们的表情 从他们的眼神 看到过去中央界 这个地方的一种繁荣 一种价值 一种骄傲 这个对我们外来人是这样 对下一代的年轻人也是这样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体会 那个时候的 他们没有办法有这实际的经验 但是他们看到了 那个过去留在社区里面的 这些重要的这些记忆 带给人的一种 内在的一种能量 于是我们从这里就开始 在延伸出来对未来的想象 所以社区营造有一个关键 就是你如何的把过去 现在 未来把它连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时间的部分 而这个时间的 这个把它串在一起 你就要动用到 人的共同的记忆 你就要去回到那个空间 从过去到现在的空间 你才可能对未来有所想象 其实道理很简单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知道 现在是如何的 从过去走过来的话 你大概就没有办法 从现在去憧憬未来 你所能想象的那个未来 可能跟你自己所在的地方 是没有关联的 所以过去 现在 未来的 那个连结 就像每一位诸位 你们当下你的你 造就着当下的自己 是过去的所有的历史 所有的背景 也让你现在有能力去 憧憬你属于你自己的未来 好 那当然在讨论 这个公共空间的时候 这个家跟这个空间的关系 如何如何 讨论过去的现在的问题 未来如何 细节我就不说 同时那个每个商店 那个街屋的外面的那些 刚才该长什么样子 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 然后用图来表达 他们都有记忆 然后都说 哎呀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个样子 那这个是有某种什么样的一种 品质 有哪些好东西还在 那于是 如何的让大家看到 这些所有的讨论 我们就请了一家 是蔡家 蔡先生 蔡妈妈 跟他们的女儿们 我们就做了一个 参与式的设计 就用了他家的那个地 就做了一个设计 这个设计呢 就突破了原来的 都计划上的一些限制 那恢复到过去的那个 那个建筑的空间的一些组织 留下了一些好的品质 但是也把现代的厨房 这个洗衣机 现代的设备 统统把它放进去 那大家看到的这个新的家 其实不只是蔡家看到了 其实其他的这个居民 也看到了 说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家 这个新的家 可以更能够 比现在那个水泥的三层楼 要能够更像是过去的 而且更有品质 于是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跟大家分享之后 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就是如何的去 每一户每一户的去 设计他们自己的家 我们就带了同学进去 那这些同学现在都是建筑师了 那这个是很直接的一个挑战 居民也自己进入到去想象他们自己那个家的未来 就是参与师的设计 那透过了这个讨论之后 你现在模型上看到的每一栋房子都是透过的那个家 他们一起设计出来的 我们就把这一套图把它整理出来 把它准备好 未来有经费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未来的这个重建 那当然看到了这个硬体 那软体如何 房子盖起来那些生意还回得来吗 那这一时我们就开始做另外一个动员 就是透过居民讨论说 我们如何的把整个街还没有在重建之前 先把它活起来 我们就透过了这个马祖过生日的那一天 争取了政府的一些这个文化局的资源 做了一个市集 就让每一户每一家每一户 这个把它打开它的门 同时我们也透过设计师 跟大家讨论设计了当地的代表的logo 叫做澎湖第一阶 这上面有天后宫 有人之路 有四眼井 那我们也把这个变成了一些 小的这个纪念品的设计 那我们也设计了一个叫做四眼饼 所以搞了大概有四年 我们这个饼店才真的把它做出来 当这个张灯结彩 然后家家户户开始清理他自己的家 这个 我看到这个时候 我就想到也许单老师还记得 我们小时候 一到了过年 跟暑假的时候 我们都有大扫除 那个大扫除真的就是 用水从家里 从内到洗到外 就是把窗子门通通拆下来这样子洗 以前我们住的是那个日本人的那个小宿舍 完了之后 有趣的是警察会来检查 警察会在你家门口贴一个清洁 有一种是最清洁 我们家还没有拿过最清洁 我没有看过不清洁的 我就在想说 哎呀 我看到了这个景象 我就想说 以前我们的大扫除就这样 怎么回事 大家想想看 为什么会有警察跑来 你们家来检查 清洁 这个就是日据时代 世界改正之后 所形成的一个机制 就是警察可以进到你家里来检查卫生 其实顺便也看看你们有没有造反 是一个统治的一个手段 但是光复之后 这件事情我觉得保留下来 但是太久之后 我就又没有看到了 所以我在这一次看到了 从家里面开始清洁出来 其实就是一个从家 由家从内而外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社区营造 然后我们就邀了一些 这个当地在地的产品 进入到这个各个家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商店 然后把它东西摆出来 你看这个是 这个摆了一个摊子 上面黑黑的那个东西 其实那个东西叫做黑糖膏 当初我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那家是一个照相馆 他说我照相馆 我来的时候已经不是照相馆了 那我能做什么生意 我说你去看看 街上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他就找了这个黑糖膏 我说这是什么玩意儿 他说叫黑糖膏 我一吃真的很好吃 我说太好了 你赶快摆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 还蛮热闹的 那个世纪开始 到了十一点的时候 有一对年轻人 很严肃的跑来找我 说你是不是玉老师 我说是 他说你要这个卖黑糖膏 你怎么会让那一家 卖那样子的黑糖膏 我说我不知道啊 他说你应该看看 他就像我们家的老牌的黑糖膏 他就把他的黑糖膏拿出来一看 哇包装啊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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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 哇真的是很棒 我说这么好的东西 赶快我帮你找一个地方去摆 从此之后 黑糖膏变成了澎湖的名产了 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做我觉得蛮有意思 就是我们请那个汉森杂志的一位朋友 他们公寓的时间就来澎湖 做访谈 做口述历史 我们选了八家老店 然后做了八家电视 我们就把这个电视 写完了以后印出来 送给这个 这是中央旅社的林老板 当他拿到这个 这个电视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什么 我在他们的表情上面看到的是 每一个电的电视 合起来就是中央街的历史 但是每一个电的电视 后面就是一个家族史 所以我在他脸上看到的是 那个家族的荣耀 那个家又跑出来了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 社区营造其实就是家的营造 是由内而外的 从时间 从空间上 都是这样子的 从家开始 这是资深堂的老店 那个原来的资深堂小姐已经变成阿嬷了 我们过节的时候都在街上 这是中元节 我们在街上摆出祭坛 摆出共品 大家一起来共神 其实大家看看 高高高兴兴的祈福 其实我是蛮有感觉 这个是本来家里面跟神的关系 变成了这个社区跟神的关系 小年夜 大家也一起吃 经常的 有节庆 我们就一起吃 然后就等在运作 在讨论 然后我们就开始 做一些环境局部的改善 因为后面那个原来的都是 后面原来的破房子 后来就终于找到了钱 找到钱之后 我们就开始把老的图找出来 那个他们居民也找了建筑师 我们就跟建筑师讨论 重新的再设计一遍 重新的把图再画一遍 然后就开始施工 不过这个施工的过程里面 是不是那么的顺利 那他们各自也找了营造厂 有些营造厂也跑掉了 因为还蛮难做的 不是一般的这种饭处和做法 所以到了最后 也就勉勉强强 也就把它做出来了 做出来之后 有一些有不同的 这个拉皮的方法 后面这些房子 后来也陆续地盖好了 然后入处 然后这个新的街 那这条街到目前来看 空间上面好像回到了 过去的那个品质 过去的那个共同的记忆 但是问题在于那些软体 就是这些开店的 这个什么样的这些 做什么样的生意 这个好像是需要在地的 他们的这个促进委员会 进一步地再来讨论 那我们还陆续地 他们跟他们有一些接触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马祖 去过马祖的同学有没有 在场 都没有去过 你们应该剁跑跑 好 马祖是不是台湾 马祖是福建 马祖是东敏 还不是敏南 是敏东 是敏东 那他们的建筑的形式 也不一样 他们很多这种石头屋 那个还蛮精致的 这个木头的这个结构 这些房子陆续都破掉了 后来这个县政府就有一个 做法 这个做法就是 我帮你修房子 有价值的 比较好的 有条件的 透过审查之后 我帮你修 修完了之后呢 我给你打一个合约 你让政府来用 好比说后面的那个 已经没有屋顶的那栋 两层楼的房子 就是用这个方式 陆续地把它修好的 那用几年呢 就看我花了多少 这个修缮的费用 大概是八年的样子 那就开始用原来的方式 把这些房子修起来 完了以后就给社区 那我们就带着同学 就在这个 就用这些空间 做社区的这些互动 做设计等等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每一个村子 都有他自己的一些特色 那就是我们带着学生 做调查 然后这个 把图拼在一起 这就是服务学习 很重要的做法 这个已经十几年 快二十年了 然后 创造了一些机会 去修一些老房子 那这些修房子的过程里面 就大家讨论 这个地区的发展 这里面有一个人 你们认得 大家可以看一看 他那个时候还是当学生的时候 认得吗 这个 这是吴玉璋 最中间蹲着的那个 那个时候是年轻 瘦的吴玉璋 那我们就带着孩子们 做模型 讨讨论这个老房子如何修 然后做全村子的大模型 让大家来讲故事 那个 我们这个 那个暑假离开之后 他们就开始 卷起修址来动手 把他们最老的一个村子 都已经没有 没有人住的村子 就开始把它清理干净 然后 东东东西高高 就把它变成一个 社区的空间 不同的这个时间 我们在不同的课程 我们就把 研究生跟大学部的 一年级学生一起带进去 来做这个 规划 那这是一年级的同学 他们就开始做 个别的这个设计 针对个别 他们要重建的房子 提出他们的看法 其实这种房子 大概十年以前提的 两年以前也把它盖好了 那这个就是 大一跟研一 一起工作 那我们在那边工作的 这个方式 其实也蛮简单 到那边以后 我们大概四千人都知道 他们想做哪些事情 经常我们就讨论 这个 在哪里可以做什么事情 然后做一些模拟 然后第二天就动手 就把它做起来了 包括像这样子的一个茶亭 在山上 我们也是来来会会做了 好多次的讨论 做好多几个模型 最后定案了 然后我们就 坐飞机就走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 就扛起木头 就把它盖起来了 我们本来还要回去 把这个图画起来 就来不及 这个房子已经盖好了 这个从构想到动手 到这个可以完成 这个就是他们 做事情的一个习惯 不是太像我们在专业里面 要先设计 设计然后发包 发包也会如何 这个就是他们在使用者 直接参与到设计 跟这个施作 这个过程之中 这里面不需要什么钱 只要有一些材料就可以了 多半的材料 都是在利用的材料 当然后来我们就谈 怎么样把这个铁板 变成这个村子 变成一个生态村 透过社区动员等等 很抱歉 这个因为我知道 我们的时间不多 所以我就带了 比较少的换针片 这个是带着学生 在学校里面做的事情 景观系三年级的同学 在中立国小 中立国小 这个是一个很 蛮大的学校 但是这里有没有中立国小 毕业的同学 或者知道中立国小 我们在中立 就在火车站前面 那个你看当初 那个人行道这么窄 前面一个很破的天桥 同学进进出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堪 那我们看到这个问题 我们就带了三年级学生进去 然后学生同学们自己去设计 怎么样跟小朋友互动 就利用每个礼拜三的 共同的时间 全校 我们办这个比赛 画图 说故事 这是第一年级的事情 然后选出优胜 让大家看到这些问题 同时我们做了一张大照片 一个大图 就放在门口 校门口 让大家来表达 说你对这个环境的意见是什么 非常像我们在贴那个喜欢不喜欢 那完了之后我们就带了高年级的小朋友 从那个图上面看到一些议题 我们就把它变成了一些可以操作的一些课题 让同学去做设计 当然我们这些大学同学也帮忙 让知道他们怎么施作等等 做完了以后呢 下面这几张图就是全校投票 针对你所喜欢的那个议题投票 然后选出这个优胜 选出这些好的这些想法 那我们就把这些所有的选 这些想法把它集合起来 然后变成什么呢 变成一个施工的project 这个时候我们就 学校就争取到县政府的一个经费 然后就请了这个设计师进场 继续地用参与式的方式 就开始动了 把围墙也拆掉了 把路也打开了 然后就改变 这是一个学期 让他看到这个改变 那小学可以做得到 我们中央大学一样可以做得到 对不起 这个是我们在中原做的 我们叫做大树教室 也是一样 就是做整个全校的环境的调查 意见的表达 让同学找到问题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施工 我们就把一堵墙拆掉 这是女生宿舍外面那堵墙 上老师大家还记得 以前有一堵墙 现在把它打掉了 打掉之后 整个那个环境就改变了 从2005年开始打第一堵墙 每一年我们都找一堵墙打 打到真的也没有什么墙可以打了 那个校园已经变成一个开放的校园了 这是原来上面那个图 就这么一个小门 下面我们就把它打掉 其实这个故事还蛮有趣的 三老师一定了解 这个学校的这种行政 这种不好用官僚这两个字 就是有它一个行政程序 那像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看准了上面这个墙 说我们要把那个墙打掉这件事情 应该是有共识的 只是这个程序上怎么做 那我的做法就是卖老面子 我就打电话给这个总务长 总务长是图袭的 我说总务长 我们这个小门有点不太好吧 而且那个墙那么高 上面还有铁丝网 里面是女生宿舍嘛 不是好像是怕那个女生跑出来的样子 这个形象不是很好 而且里面你看这么漂亮的大树 我们要让那个大树可以被看见 他说很好啊 我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墙打掉 他说我要问一问学务长 因为宿舍是学务长在管 我说好 没问题 只是礼拜一早上 我等你电话 礼拜一中午他打电话来说 可以 学务长 但是从总务的这个角度来看 那个墙不可以打低过腰 换句话讲他还是要一个墙 因为他觉得没有墙 可能那个界线不清楚 于是我们就把我们准备好的帽子 锤子我们都准备好了 哇 就上场了 这个下午就上去了 就开始敲 敲的敲的三点钟他来了 呦 墙已经敲掉了 我说很抱歉 那个老墙没有办法那么准 就断在这里 一瞧瞧瞧就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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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就垮下去了 于是我们就开始 就要打出一个更大的缺口啊 等等等等 完了之后大家都很高兴 而且我们要找了一些 这个像大家看到的 这边的这个木栈板 我们花了很少的钱 就把它弄起来了 换句话讲学校没有开过一个会 没有发一个包 没有花一毛钱 结果环境改变了 大家觉得这个模式也还不错 于是我说这是一个实验 大家很高兴 走进走出 一年之后有一个同学 有个体重比较重的同学 一脚就把那个栈板就踩破了 我说这总不行了 学校应该花点钱 于是我们就把它变成砖头的 但是我们盖那个新的行政大楼的时候 几年以前 前面的校门封起来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变成一个车道 属于是现在是一个车道 大楼也盖好了 车道还是车道 我说不行 我们接下来就是说 你要把人形的路口还给我们 接下来大概会有一些改变 好 从这里我们就开始打墙 就开始做这个所谓的整个校园的规划 打墙 跟社区互动 我们下学期开始有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帮大官员 外面那个老社区做一些环境诊件 这是跟社区互动 然后我们就开始动手 每一年做不同的事情 又打墙 其实每次我看了同学 拿那个锤子干那个墙的时候 我心里想 他心里想的那个墙是谁 这个也是 不过这个也是我们从 这个门洞不是同学打出来的 因为这个是要发包的 于是我们总务处也发包 也做了一个小门 这个门一开之后 外面的商家写信给校长 谢谢校长 因为他们可以开始做生意了 我们在校园里做其他的改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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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